五块钱可以让一个男人从一楼跑到二十几楼去送外卖 两百块钱可以让一个女孩子对一个老板非公取习 一千块钱就可以让一个寒窗苦读十五年的大学生去做着毫无意义的工作 去消耗自己的人生 一条普通人的命却只值几十万 而一套北上广深的房子却相当于几百条的人命 普通人赚钱真的太难 需要扒掉自己身上几十层皮 赚钱的重要性胜过人生的所有的事情 我觉得没有钱 你只能看着你的亲人在病房当中痛苦的挣扎 没有钱的话你只能看着你心爱的女人给别人头怀送抱 没有钱 你只能让你的儿子到工厂去打螺丝 去复制你的贫穷和痛苦的一生 一句话说的很对 有钱在并通向 没钱送给他钱 有钱高棚满座 没钱顾家寡人 有钱人的家里面欢声笑语 没钱的人的家里面鸡飞狗翘 你真的你可以什么都不管 什么都可以不研究 但是你一定要研究怎么样去赚钱 推牛打牌 喝酒逛街 只会浪费你的时间跟精力 只有研究赚钱 才是我们最最重要的事情 才是我们最最重要的事情 再来 别赚钱